3月8日,万众期待的都教授金秀贤抵达南京,参与最强大脑的录制。 虽然这只是他的中国内地综艺首秀,但从表情上看,都教授淡定从容,看来他对此次最强大脑之行可谓是自信满满。 此次录制安保十分严格,组织者事先已经采录好所有工作人员和观众的身份信息,制作专门的入场证,包括照片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等。 届时进场凭借证件和身份证才能入场,缺一不可。 即使这样,我们依然还是看到很多粉丝一大早聚集在江苏电视台门口,希望能得见偶像一面。 在千呼万唤下,金秀贤终于一身黑西装亮相,并在妇女节这天给在场的两位女士桃子和张伯芝献上了玫瑰。 随后桃子化身粉丝调侃杀独教授,你是外星人,洗澡为什么还要围郁金啊?让金秀贤害羞脸红。 金秀贤答得很实在,那是拍戏需要,不然不让播。 问及喜欢什么样的女孩,金秀贤表示,我觉得没特定,不要太装饰,自己很自然的。 娱乐新闻为您这里报道。